中国最大海上原油及天然气生产商中国海洋石油883 计去年盈利大增1.8倍至700亿元人民币之后 日前宣布首季盈利达到343亿元人民币 按年续升1.32倍 每股基本盈利0.77元人民币 这是中海油首次宣布季度业绩及把去年派息政策略为改变 佳恩集团去年底在美加退市 今年4月顺利在内地招股上市 上市价为每股10.8元人民币 金轮宣派的士特别股息 每股派1.18港元 除了多赚多派之外 也是纪念上市25周年 管理曾决定让中港股东同时享受高息作为庆祝 被称为三桶油之一的中海油 其与中石油857和中石化386的最大差别是没有经营石油化工 是纯粹的油气产销集团 主要业务为堪探 开发 生产及销售石油和天然气 由于业务较为简单 其股价主要受到国际游戏价格的影响 去年世界经济复苏 石油需求增加 产油国集团无意大幅增产压价 油价因而节节上升 中海油的销售和盈利也大幅增加 及至今年2月下旬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油气供应更紧张 虽然美国持续加息令美元强势 但国际油价仍站稳于100美元高位以上 俄罗斯与美欧由于乌克兰战事全面闹翻 西方国家不断加强对俄罗斯制裁 欧盟甚至动客将分阶段停止向俄罗斯输入石油及天然气 因而令到游戏价格再进入第二季之后仍站于高位 由古的价格常常随着不同的制裁和战事消息而波动 当环球股市弱势之制 各地油股却普遍强势 连股神巴菲特也入股或增持美国的油股 但当油价升上110美元后 要再大升的可能性暂时减少了 中海油近日在11元也略见阻力 而留意西方禁俄油的洞客是否有料到 从战事情况来看 俄军现时的策略是长期占领乌克兰东部作为缓冲区 但西方军事援助源源不绝入乌 短期内形难分胜负 很可能演变成边区持狗战 令到油价持续受到地缘政治影响 有回吐难回落 也令到各国通胀升温 使到其他股票受压 中海油保证未来几年派息比率维持于四成 以及每年派息不少于0.7港元 即是计今次收息于10厘后 今后股息至少仍可维持7厘 从首季业绩来看 明年宣布的派息应在1元以上 每轮回套都可收集 明年宣布的派息应在1月3日 活着喜啊 令到1月的派息应该可以 未经许多谈的委员 いや未经许多谈谈 我现在就算了 杀了 我觉得 实际上